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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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陈云 怎么样 没事 我挺好的 让我看看伤到没有 没有 我没事的 那个人只是跟我们打了个罩 外面就跑了 我也很奇怪 你刚才说 我们 是啊 我听说最近 一直有一个年轻人在你身边啊 你知道是他吗 瞧你 静瑶 这个人呢 叫许文强 父母和我的父母在北平市市郊 我一直把他当作小弟弟 这次他来到上海 我还推荐他 到李旺琪的戏院里做事呢 再来上海 是啊 再来上海 就会惹妈妈 我也不知道 放心吧 不过来 他在我的地盘里 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谢谢你 静瑶 你说什么 阿炳是内奸 我也不愿意相信自己的兄弟是内奸 但这就是事实 我八蛋 老计 我跟他 你找他的人头去见冯先生 等一下 你什么意思 文强 内奸不除 你我能有好日子吗 冯先生要的不是阿炳的人头 对 先抓到阿炳 那批枪就有招募了 完了我再崩了他 如果阿炳来个敌死不承认呢 那我们不就前功尽弃了 我们要顺藤摸瓜 如果疼给刨了 李先生 你先别着急 文强有办法 不除明天早晨 墙一定能找到 你就那么自信 我去会回阿炳 文强 你刚刚脱离危险 再去 岂不是自投罗王 我的兄弟在他手上 我不能不管 相信我 我有办法能让阿炳不杀我 如果你要是派人跟着 那一切就会水落石出了 方小姐 方小姐真是给我推荐了一位得力的干家 我说 文强 往后这上海滩 有我的 就有你的 阿炳那位子你来坐 坐不坐位子倒是其次 我不能让我的兄弟出危险 再说了 李先生对我有恩 我不能坐视不管 静雅 有件事情 我本不想在这个时候说的 那个李旺琪 她说你有一批货在她那儿的事 希望能再宽限几天 这就是她作为给你亲弟弟安排工作的条件吗 看你说的 我跟你说过生意上的事你不要插手 我也是为你好 好 方先生 大小姐回来了 爸 方小姐 你也在这儿啊 好 方小姐啊有事来商量 玩去吧 我今天才知道 我今天才知道 方小姐 其实朋友还挺多的 原来你们也认识啊 怎么了你 我说的是你们 上海滩原真挺小的 不定谁和谁就认识了 方小姐指的是文强吗 还文强呢 看来你们的关系还不是一般的熟啊 大人们之间的事情 小孩子叫不要过问太多 大人 他才比我大几岁啊 还真挺有一套的 我想 我还是先回去吧 好 你一个人不安全 没事 他们不是冲我来的 想说 在 方小姐这几天的安全 弄几个人安排一下 是 好生照顾自己 过几天我去看你 我等你 我 说 说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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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说 说 扶起来 起来 到底说不说呀 不说我可帮不了你 有种就是杀了爷爷我 嘴还挺硬是吧 你是做大生意的 我是做小买卖 想要找着枪 就得有我谈生意的样子 你找不着枪啊 你他妈也好不了 小子跟我讨价还价 你说 怎么你才肯说呢 大鱼大肉伺候爷爷我 大鱼大肉 我给你大鱼大肉 大鱼大肉 你怎么来了 大家伙都在呢 怎么能少得了小弟呢 兵哥 不好意思 顽强来晚了 我记得前两天 有人给我上了一课 说在上海滩这个地方混 除了钱跟权之外 是要讲一些义气的 饼哥你有你的兄弟 这是我的兄弟 我今天来 就是要带他走 徐老弟是非要跟我对着干 我怎么敢跟您对着干 饼哥 小弟来 无非就是想请您给我一个面子 你有那么大面子吗 那就全当是给冯先生一个面子吗 你果然是冯爷的人啊 饼哥太抬举小弟了 我只是想 既然这批货是冯先生的 那么能把货找回来 不是最好吗 你小子敢耍我 给我跪下 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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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把刀放下 跟我斗 你还嫩点 我这辈子最讨厌别人拿钱指着我的脑袋 指着你怎么了 信不信我一想毙了你 定哥 我穷人见命 死了不算什么 但是你想要的东西 我知道在哪儿 成功 徐老弟 看来你果然知道点什么 是 我知道 徐老弟 我真挺佩服你 陪兄弟干点什么不好 非要陪他去死 当年桃园结役也不过如此 这刘官长还缺一位 只要你把枪交出来 兄弟我给你们凑个数 不 我可以交出来 但是你只要一拿到枪 就马上放了阿丽 强哥 不能说 输了打的命全没了 怎么样 只要你说的是真话 别在这耍我 我就放人 你见过有拿自己的命来耍的吗 走 走 走 你找了 快 小心点 小心点 得来全部费功夫 下 不许动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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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路兄弟啊 报个号 是自家兄弟 误会误会误会 自家兄弟 误会误会 自家兄弟没错 大志儿 没误会 放下枪 快放下吧 你 放下 你是个什么东西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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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 是 是 Enterprise 好 温家 真的让你给说准了 乱口饼 果然把钱弄到码头去了 真的是在码头 李先生 这下您可以放心了 我能放心吗 这只是异象啊 还有五象吗 我怎么先封下了交差呢 李先生 您尽可以放心 我觉得 这烂口饼自己不敢干这么大的事情 它的背后肯定有人 我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 把这五象枪给找回来 好 温家 以后你就顶天烂口饼 做他的位子 谢谢李先生 这是我的兄弟 李先生 我叫经理 老板 降手 降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说是我说的 嗯 爸 爸 许文强在美华西医院啊 怎么了 回来 回来 干什么去 我就想去看看他 那天一定出事了 就是出事了 你去能帮什么忙 笑话 那天的事情已经解决了 既然已经解决了 那我去看看他 又不要紧的 干吗不让我去啊 现在外边很乱 这个徐文强 我现在还不敢肯定是否能信得过他 你就这样 怀疑这个怀疑那个的 我可不敢让我的女儿受任何伤害 他救过我的 我知道 我的儿子 过来啊 过了这几天嘛 等过了这几天 爸爸不会再约束你 真的 真的 难以言为定 没人敢这样跟我讲条件 那你答不答应吗 我敢不答应吗 哈哈 压离喽 哎 卖压离喽 卖压离喽 哎 哎小姐你 厉哥 厉哥 你这是去哪儿了 知道不知道啊 卖离就是卖力 没出去才卖离呢 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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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不卖离了 送给你吃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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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干什么 没看见我在吉德行上吗 这 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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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两个 要管我叫大哥 要认我当大哥 晓得吧 那 厉哥 那以后 你吩咐什么 我们俩就做什么 好 以后 就跟着我做大生意吧 大生意 厉哥 你不会是用去做的 嗯 你们两个 以后就跟着我 好吃 好喝 好穿 好住的 放心 我盯了也不会忘了兄弟 那我们就跟着厉哥张光了 厉哥 你看那边是不是冯家大小姐啊 我想吃梨 是 小姐 买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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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让他们看见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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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吃饼 留着你们自己吃吧 走 走吧 你们两个刚才都看见了吧 冯小姐找我说话 就是说冯小姐看得起我 冯小姐看得起我 就是冯小姐看得起我 就是冯条冯先生看得起我 小子吧 厉哥 那冯小姐在你手上写了什么 这 看看嘛 看看嘛 写的什么 我也不认识 你你十几个字 你看看 帮我找 许文强 厉哥就是送信的 大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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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哥 这个带子我不会记 这些西装是现成的 你先穿着它跟我办事 等过两天有时间 我专门给你定做一趟 谢谢强哥 你放心强哥 我绝对不会造她件事西装的 对了强哥 昨天那个冯晨晨小姐 让我找你 写了字在我手上 强哥我觉得你运气真好 像冯晨晨小姐 那么漂亮的女孩子都会找你 她那么漂亮的 好多男人都喜欢呢 你也喜欢吗 我 我才不能 我的理想是冯先生 我将来要像冯先生那样 那个赤煞风云 成为冯敬瑶就那么吸引你 那当然了 冯先生在上海滩 哪是响当当的 呼风唤雨 人都怕她 那你怕她吗 我 我 强哥 我阿丽不怕死 以后我就跟着你 我帮你打架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 以后我们可能会经常 跟冯敬瑶打交道 真的 还能和冯先生打交道呢 那真好 为什么差这个呀强哥 有钱人都差这个 走 走 强哥 这个帽子也好 这个皮鞋子 特别合脚 新风也好 强哥 你看我这个头型好乱不乱 你看看 乱不乱 你看看 乱不乱 你看 刚才在西装店的时候 你怎么这么精神啊 躲开躲开 到我家坐会儿去 去 你看 我原来卖离的时候 都不瞪眼瞧我 现在就瞪眼看我 为什么 因为我穿得好 强哥 你放心 我不会给你丢人 我知道女人什么样 你就说那个 上海滩笔记交易花 方艳云吧 她就是靠几分自私 去把冯敬瑶 冯先生就给勾搭上了 这样的女人我 怎么了强哥 强哥 黄包车 你生气了强哥 不走 强哥 到家去吃饭好吧 我让我妈做鱼给你吃 走 走吧 走吧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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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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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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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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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晨 今天我请客 你怎么才来呀 我爸让我这几天不要出门 说上海不太平 这不 身后还跟着两个尾巴呢 你爸在上海明头大事方便 可也是麻烦 你出来吃个饭 也要这么小心谨慎的 这要是我爸妈 早就不操这个心了 我看见他了 什么 你大点声 我看见他了 我爸 许文强 哦 就是上次惹你生气的那个混蛋 他在我爸手下做事 开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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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开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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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小子戏 开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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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着救浩 你是不是故意的找我们 行 行 来 我们当活船啊 对 来 来 人人本啊 就是啊 我们今天拿着牌子在这里转悠 像什么样子啊 我好歹是这条介绍出了名的砍刀臣 谁不知道我砍人从来不含糊 你现在让我干这种事儿 你什么意思啊 你想砍什么呢 想威风 行啊 砍 先砍我 砍这里 砍 砍啊 你干嘛呀你 除了我你还想砍谁 砍靳大中 砍薰布房 砍李先生 砍风静摇 你看得完吗 你看人是为什么 大家出来混了 无非就是想过上好日子 想出人头地 谁都不想送死 你喜欢砍吗 没关系 有的是机会让你砍 但是光靠砍人行吗 我能让兄弟不流血 就让兄弟们过是好日子 我就绝不让你们流血 没错 上海滩不是一个风平浪静的地方 你不招别人 并不意味着别人就不会招你 但是有一天 只要我许文强在 我希望等到兄弟们最后出头的那一天 你们全都得给我好好的活着 这在哪儿买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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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不是买完吗 哈利 招客人去 发什么愣 招呼客人买票 挂着牌子出去赚去 回去 回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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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erators 怎么这么久啊 这广东人也太不像话了 老大 不会有什么事吧 没有什么事啊 难道广东人还会反悔 aye 都死啊 怎么开车的 怎么回事 从冯敬尧放出话来 谁动一批军火 这跟谁过不去 我们中了埋伏 冯敬尧 这年他买东西 他都有送命 冯敬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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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怎么办 还愣着干什么 回去 这人要买吗 要买 买你自己吧 回去 冯敬尧 老大 老狐狸 他居然 他居然把话都传到广东去了他 老大 广东人死了 我们再找一家买乳吧 你神经病啊你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风敬尧已经事先放出话了 谁要先出手 谁要先出手 那恐怕就以火烧身了 那我们先把这批火藏起来 等风生过后再出手 冯敬尧这个老狐狸 他绝对不是让你卖不出去 就罢休的 不可能的 船上不跟 去 你呢 那意思 嗯 孝赛 不想活了 好了好了 明白了 赶紧赶紧 快点 到职幕房去 降叔 冯敬尧 冯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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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都办好了 可怜啊 想买就得送命 他们买了他们不该买的东西 他们买了冯先生不许买的东西 那就死有余辜 现在这批军火已经不是财了 是祸害 看谁还敢一直窝着这批祸害 那就是说 怎么等着 您嘱咐过我 不是让我把这该走的关系 重新走一遍吗 这件事情 单凭一伙人的力量是干不成的 就怕当中有人不愿意还偶 告知下去 好玩的事 快来了 九叔 你快想想办法吧 现在这苗头越来越不对了 你怕什么 怕什么 我怕死 金老大爷又怕死的时候啊 我说九叔啊 咱可是自己人 说话就不用拐弯抹角了 那冯敬尧是什么人呢 上海滩繁华了多少年 冯敬尧他就混了多少年 可是根深蒂固啊 没那么邪惑吧 我看你啊 是下破胆了 对 我是被吓破了大马 既然知道冯敬尧也不是个省油的灯 当初为什么愿意干 为什么愿意冒这个险 说白了吧 你还是贪财还是不服务 看冯敬尧那么风光 凡是朱介的厂子 不管大小不管是谁的 他都能抽上一笔 油水很足啊 所以你就眼红了 你就肚恨了 甚至想取而代之 是不是啊 净是废话 你说谁不想当老大啊 自己做了什么事 别惊慌失措你 你还像个老大吗 他冯敬尧有人 你就没人吗 他冯敬尧有枪 你现在不是也有了吗 你现在实力不济打不过他 那你就放聪明点 保护好自己不就得了 我不是怕有所周全 有所不周全吗 那就听我的 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行啊 我可以不动啊 但是冯敬尧他要动啊 啊 现在局势不妙 那批枪太麻烦了 我看真的划给他算了 啊 火轻 金庞子 亏你想得出来 你以为偷了主人的东西 然后又给他送回去 人家就说你好 就不记恨你了吗 我现在可是重矢之地啊 哎 要不这样子 把枪放您这边 我都带来了 就在车上呢 金庞子 啊 金庞子 你什么时候也学会先斩后奏呢 哎呀 老九 您看你说的 我那边不是不安全吗 不安全 你就把这烫手的山药 扔到我这儿来 你来个金蝉脱销 哎呀 哎 您说说看啊 在您这边 有谁敢碰您呢 绝对不行 寻补房人多眼杂 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 你不管怎么样 这也是租界的地盘吧 谁再大也大不过你寻补房啊 可你也别忘了 我上边还有个马总探长 老九啊 我可是看出来了 你也是个贪生怕死的 主啊 更新座椅 三百大洋 粉刷墙面 一百一十大洋 来强哥 还有一些琐碎的账目都在这儿 你看看 很不错 阿里 你越来越会做事了 好好干 以后你一定会出人头地的 强哥教得好 这次写字也有进步 三十个字丢了八个 阿里啊 昨天我带你去吃了西餐 你还记得哪个手拿刀 哪个手拿刹吗 强哥 昨天光顾吃了 那西餐挺好吃的 忘了 左手拿刹 右手拿刹 左手插右手刀 再说一遍 左手插右手刀 记住了吗 记住了强哥 说什么呢 那么高兴 他怎么会在这儿呢 他怎么会在这儿呢 那天是个误会 他是我的兄弟 你的兄弟 你没发现吗 那天他看到是我以后 就没再开枪 可那天他要开了枪可怎么办 你看你 认得什么兄弟 本来想那天跟你好好吃个饭的 全被他缴 好了不提那天的事了 我们去吃西餐 好啊 我请客 走 去吧 去吧 你 advent 是 你